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趋位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上一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继承自UiWill的两个基础的UI组件 一个是UiLabel,然后用来显示文字,另外一个是UiImageWill,用来显示图片 然后今天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另外一个继承自UiWill的基础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相对会复杂一些,它是UiButton,是用来做按钮的 然后呢,它其中包含了UiLabel和UiImageWill,所以它是一个复合类型的组件 然后今天这节课我就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UiButton的使用方法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Note 上一节课给大家看过,我们的UiWill继承自UiResponder 然后Responder又继承自nsObject 然后上一节课给大家说了一下大概这个层级关系 然后我们上一集介绍的UiLabel和UiImageWill都是直接继承自UiWill的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UiButton,它有一点不同 它是继承自UiControl的,然后UiControl又继承自我们的UiWill 然后这个UiControl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些空间都是可以响应用户点击 以及一些用户的操作的 比如说UiSwitch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开关的那个按钮 然后UiSledder呢是一个可以滑动的一个组件 然后UiTextField我们会在下节课给大家说 它是一个用来响应用户输入文字的一个Ui组件 然后今天我们来先讲这个第一个UiButton 然后接下来我会用代码的形式给大家展示这个UiButton的具体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工程 大家看到了我已经脱拽了从我们的Interface Builder里面建立了一个Button 然后我们可以先删掉给大家看一下过程 还是用从我们的侧边栏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搜索一下UiButton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UiButton的空间 当鼠标移到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介绍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拖动来把这个UiButton拖动到我们的这个wheel上面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UiButton上面是有文字的 而且事实上呢它不光有文字 它里面还有一个imagewheel可以用来放置一些背景图片 然后呢它的侧边栏大家可以看到也是一些我们UiButton的各种属性 然后很多都可以在这里修改 然后它和之前我们看到的UiLabel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说它既可以设置文字 然后呢也可以设置一个背景图片 这个地方有image大家看到了吧 然后还有一个background image image是显示在文字的旁边的 background image是直接显示在整个UiButton的 就是文字的背景的 它是一个会占据我们整个UiButton的背景 然后我们可以先运行一下模拟器 然后看一下这个UiButton的效果 等着模拟器起来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了一部分用代码的方式来 哦这是上一节课那个 我们再去把那个部分删掉 我们还是先把字体修改一下 然后方便大家观看 然后上一节课我们用代码 在我们的UiWheel上加了一个UiImage 然后我们先把这部分的代码删掉 然后我们再运行模拟器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拖拽过来的这个UiButton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UiButton 然后当我们点击下去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点击效果的 这些都是系统自带的 而且UiButton也提供了方法让我们去自定义这些 点击以后的效果 比如说点击以后文字的颜色啊 或者文字也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我们在没点击之前 它显示的是Button 然后我们点击之后 它也可以显示一个 比如说BlueButton 或者RightButton 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修改 我们再去Interface Builder里面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UiButton的各种属性 然后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修改它里面的文字 比如说我们可以修改成 我们可以修改成确定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确定按钮 对吧 然后这块还有TextColor 这个跟我们UiLabel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去修改它文字的颜色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绿色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就变成绿色了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背景图片 我们先设置一个背景图片 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我们之前用UiImageWall显示的那个图片 然后就被完全的填充到了我们这个 UiButton的背景上面 我们如何拖动它 它就会随着适应我们这Button的大小 我们把这个去掉 然后还有一个image 这个image是会显示在我们文字的旁边的 大家看到了吗 这样就是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做出来一个 大家一般在应用上看到的旁边是一张图片 然后图片旁边会显示一个文字的这样的效果 我们还是把这个也去掉 这一节口我们不会用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UiButton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属性 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属性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自己看一下 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属性 一般在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用到 除非我们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定制的时候才会使用 另外一部分属性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按钮当我们点击了以后 我们要怎么处理它的点击事件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使用interface builder 就像我们那个用来拖拽空间 然后或者拖拽空间在我们那个 IP outlet 就是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说的那样 用拖动来实现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代码的方式 然后在我们的 嗯 在我们的程序里面 直接来绑定我们的点击事件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教大家如何去给一个UIButton 绑定它的点击事件 呃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中去 首先为了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可以使用我们在那个interface builder里面 来建立的空间 我们还需要像我们上次那节课讲的一样 我们需要给它建立一个属性 一个outlet的属性 然后我们这个名字就叫 之前那个叫tempwill 这个我们叫tempbutton 然后呢 它的类型是一个UI 是一个UIButton类型的 OK 有了这个属性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是为什么报错 哦 它的意思是 我们这个写错 这个应该是IbAltlet 然后那个IbAction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给 通过todride的方式 来给UiButton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然后我们先用代码的方式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一会儿再用todride的方式 给大家展示 然后还是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已经有我们的这个tempbutton了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通过todride 把它拽到这个 我们的按钮上来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编码里 在这个侧边栏上已经有一个小圆点了 这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属性 已经被正确的连接到了 interface building interface building上面的一个对象上面了 接下来我们给我们的button 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这个使用的是一个我们UiButton的方法 然后Ui方法名字叫 ittarget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它有1 2 3 然后一共有三个 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叫做target 然后是一个anyobject的类型 大家如果对swift有了解的话 anyobject的类型呢 一般情况下是为了和oc来做一个桥接时候来使用的 这个方法我们一般情况下的复制就是self 原因很简单 我们这个和oc的一些历史有关系 他就是说在我们当前的这个self的这个 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controller里面 来去找相应的方法 这个如果大家需要想深入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oc的run time相关的一些东西 但这个应该是一些比较高级的知识 大家现在没有太大了解的必要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selector 这个selector的就是一个方法 是通过一个字符串 然后来寻找一个在我们这个self中的一个方法的 然后在swift2.0开始呢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语法 就是紧号select ok 紧号selector 然后呢里面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这个我们先不写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义这个方法 然后呢下面的这个是我们button在会响应什么样的事件 这个uicontrolinvent代表的就是一个事件 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写uicontrol 然后invent 然后呢我们要一个方法叫touchupinside touchupinside这个属性 ok 然后我们这块就写完了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方法的这个属性的定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uicontrolinvent 它是代表了我们的uibutton被点击的不同类型的 比如说这个touchdown就是我们点下去了 这个点下去并不包括一个抬起的效果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去触碰这个按钮 它就会起作用 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touchdraginside 就是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并在这个按钮里面手指进行一些拖动操作 我们最常用的呢 就是我刚才写的这个touchupinside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按钮当中 我们点下去了 我们手又拿起来了 这相当于一个点击操作 我们这个uibutton还有这个action 现在就会去响应这个点击操作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方法 这条方法就是我们的响应事件 我们的方法名字 名字就叫做button clicked ok 然后有了这个方法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点击事件了 然后为了方便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打印操作 然后打印一个button clicked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方法的名付给我们这个selector ok 这样我们就 看一下为什么爆错 这个不好意思啊 这个不需要一个字符串 只需要把方法名直接写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点住control键 然后选中这个touchupinside 然后呢将它连到我们刚才那个 哎怎么消失了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我们这个button clicked 然后我们点住它把它连到我们的这个确定键上面 然后我们来选择一个touchupinside ok 这样我们就通过interfacebuilder的方式 然后来把我们的这个点击和我们的这个按钮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一下效果 我们再次运行模拟器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使用这个的效果了 然后我们再次点击这个确定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响应了 这就说明我们通过interfacebuilder 然后来做的这个action的链接 和我们在程序里面使用代码来实现的这个链接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大家这个具体怎么使用呢 就要来看大家的使用场景了 如果大家是使用interfacebuilder 然后来这样拖拽 我建议大家所有的这个包括一个按钮的这个链接 然后就也使用这种拖拽的方式 然后来进行如果大家初始化这个按钮是用程序来初始化的 那我们包括这个点击事件的绑定就也使用程序来进行 这节课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UiButton的基本使用方法 包括它的一些属性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UiButton的点击事件的绑定 上一节课给大家讲了两个UI空间 然后下一节课呢我们还是继续进行我们基础空间的讲解 下一节课会给大家讲解UiTextField这个空间的使用 这个空间要比UiButton更加的复杂一些 然后我们会在下节课来说 OK 这节课呢我们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区别验证码系列课程 我是Winsky大家下节课再见拜拜